午下午兩點多 但水天氣大變 開始下起間歇性風雨 不少民眾打著傘逛老街 海盔颱風來勢匆匆 其實因為這邊地勢比較低洼 所以每次碰上颱風加上漲潮 其實水都會淹上來 攤家這邊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 區公所特地找了廠商 來發給民眾沙包 老街旁的金色水岸 海景第一排 不只地勢低洼 海盔颱風來襲 又逢年度大潮 不得不輕忽 搬來沙包 就是要避免河水滿溢上來 淹禁電力 這次的潮水比較滿 然後中午還沒有什麼風雨 就已經有打上來了 對 所以這次應該會拿 不只河岸民眾備戰 全台唯一會躲颱風 二重疏紅道超商 一個月碰上卡努和海盔 撤離兩次 每次都是大工程 包括商品機台要先撤走 再把貨櫃門 使用堆高機扛起來避難 一般來講 我們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時候 我們便利商店要做撤搜的動作 通常我們收到訊息 在兩個小時之內要完成撤搜 北市河平公園也忙著撤離設施 雙北都在週五宣布關水門 台北市比較早 下午四點開始 河堤外舟管制只出不進 晚間八點會先脫掉滯留車輛 依車型大小開罰一千八到四千八百元 接著十點關水門 新北市則要求高碳地停車場 週五晚間七點後只出不進 週六早上十點關水門 面對可能是四年來首個中心登陸的颱風 雙北市都不敢輕忽 TVB正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